蜇蜇 腾讯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 R1SC RISE 陈一世 我觉得周智南这个人 我的室友喜欢把他的衣服裤子这些东西往我床上丢 就每天都丢到我 从来把我的床当成一个收纳衣柜 就每天我一掀开被子全是穿过的臭衣服 臭鞋子臭裤子 鞋子 没有鞋子 再夸张点 然后他把他的旅行箱就放在我的床脚 挡住我上床唯一的道路 不是 这我解释一下因为那个衣服是当天回去 这个环节不是让你解释 谁跟你解释 他夸张了呀他哪有什么 你是不是每天 百分百 反报了 反报了 我想着狠的你们先来 他编个狠的 不是 百分百是不是 我的室友 百分百必有你的一方 全程正让第一次主动欢迎 我的室友的 P号就是好躺 就是 躺走 是是 躺 就是 没事就是在家里躺着 对 就我基本上如果说比如说没有什么安排的时候 我就会去运动啊 要不就去 就是看一下这个美妙的世界 每次我都是出去之后回来之后 他都是同一个姿势 躺在场上 就没动了 你别动了 对 我的 我的室友就是比较那个爱问问题 非常求求学的一个人 非常求学的对 比如说这个柜子怎么打不开了 这个箱子怎么开啊 瓶盖子拧不开啊 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智能回答 就是 回答还要帮他解决 对然后 然后还要帮他解决 对然后 然后有的时候解决不了他 好 好旁边的那个 啊 旁边的人需要帮他自己解决 隔壁的人过来 隔壁的人一起 啊 我这个打不开了 那个打不开了 真的 对 这是我的室友啊 我的室友特别活泼可爱 天真善良 你无不无聊 哈哈哈哈 妈呀 我想想啊 你可以慢慢想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刚才怎么回事 我不解释 我的室友就是经常会叫你 就是他怎么呢 就是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你帮我拿一下那个 哎我不想动你去拿一下吧 哇好烦 这种 哎呀 抽穿我了 抽穿我了 怎么会有这么烦的人存在 那我也来爆炼一下 好你来 你先 不不你先摸了 我说我的室友比较喜欢冥想 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人 现在开始冥想 他有一个那个语音会播放 然后现在你听到那是什么钟声 那个叫什么钟 哦什么什么播 这是钟鼓声 哦现在你听到的是钟鼓声 整个课程时间大约是23分钟 然后就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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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五分钟后结束冥想 然后他 哈哈哈 缓缓醒过来 哈哈哈 挺厉害的 真的有什么啊 挺会生活的 你这冥想 有改变吗 对于你自己 有啊 有什么改变吗 没看出来 哈哈哈 头发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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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好多 嗯 我想最后我怕有人报复 哈哈哈 你先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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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 你先说 后面 你先说 是这样的呢 我是一个人一个宿舍嘛 但是呢 我也经常喜欢串门 然后看到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 接下来我抱来的这个人 我先跟你说句对不起 嗯 杨老师 哈哈哈哈 是这样啊 我们刚搬到新疆嘛 然后大家都喜欢买一些装饰的东西嘛 对吧 他的装饰的东西真的是震惊到了我 他买了那种质量特别差的那种海报 贴满了整个墙 完了把人家 就是你们两个房间中间的那个门 他直接给封上了 根本打不开 直接封条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那个 那个墙子是什么颜色吗 虫黑 我贴了星星 因为他贴满了星空 星空 然后还在星空里贴上了大鲨鱼 对 还有各种动物 你知道吗 鲨鱼做 大鲨鱼是送的吧 说句内心话 我没有别的吐槽的甜 这个行为是特别好 装饰想变好的这个心理 是大家都能理解 但是是真的丑 真的丑 你在质疑人家的审美 可以 我感觉没想要吐槽他 主要是为什么 我感觉哈 就是人好吧 他就有点像 就是那种老年人的生活 好哥还是老年人 他有领导气质 就是你 比如说今天晚上 他会跟你规定 你12点钟必须回房间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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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有 他会 他会说 不要出去 他不让我出去的 不是你 他就是 就是 呃 我跟我室友 真的没啥好吐槽的 就是我觉得有个有点特别好的就是我俩都会失眠 然后我俩就是每天晚上都为了开那个推速的盖子开到神气 两个那盖子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就是他是暗也开不开 你认定不开得砸 砸 砸的砸的砸的可以开开了然后我俩每次基本上都吃两颗然后还来了一句睡不着就 就挺好的我觉得没啥要吐槽的 而且养猫因为因为可能有的人说不了养猫但是因为我是之前就在养猫所以 我也很喜欢猫所以就是 真的都特别好 对 真的没啥要吐槽的 哎 不能为了和平 不是真的 我在想 我刚才想了半天 就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 他的脸不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啊 我们啊 就因为推速那点真的特别好笑就是我们之前就那个推速那个盒 凌晨四点 凌晨四点了我们俩就就拿那个盒成电砸砸砸砸砸砸不开 他拧到生气 就是拧到我们那是两个人的就手这个地方全都破了就全都出血了 就拧到出血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后来过了就第二天的那个时候我们准备再吃 然后发现那个就推速的时候那个盒是个盖子 把盖子一一打开一拧就开了 就是一打就打开了 然后在里面再开始拧开 然后我们俩不知道上面是有个盖子的 我们俩在那砸了 两个腰了 一把手整 哈哈哈 就打成了 就拧到出血 哈哈哈 太多了 哈哈哈 我们本来两点想吃推速然后开盒开到了四点 真的 他后来才发现那个东西是要直接拔开拔开就里面是有个瓶盖在拧的 哎呦嗯哟 一点 你看 我把她 threw 那个。那个核桃、核桃 听闻是吧 把这个盖子敲开了 吃完两个 两个手都不会睡着 不拿拿核桃 直接敲到他 真的弄我了 所以那对吐槽我是有一个吧 就是 对 forgiving Valentine 我a 我a 就是 因为 我身子养猫嘛 因为我养猫其实也是受到了它的启发 因为它以后说它很喜欢猫 然后后来 就是那个猫就来了以后 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养过猫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然后我就发现了好几次 就好几次 我就是他就是把猫留了以后 他基本不是很理那个猫 然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然后好几次 我在厕所里边刚出来 或者从外面出来以后 我发现这猫在那 然后我的室友就出来了 跟他说话 就跟他聊天 吃了 吃了 拉了吗 哎呀怎么不尿呢 就开始 然后 然后我就是弄墙的扒着看着他 然后怎么办 然后找那个猫杀 然后找那个猫杀 哎呀怎么不拉呀 然后就很好笑 好了 野哥来了 我想了半天 我发现 照样没有任何一个点 就是能吐槽的点 然后刚才他说的时候 刚刚他说的时候 就讲到了一个 就他可能他比较 比较爱玩 就感觉他每天 五十五个都在外面玩 或者闲着 然后就闲着我 特别闲 你知道吗 因为他每天都 就只要没事的时候 他都会出去玩 不管是就是 就是吃饭啊 还是干嘛 反正就不能在 就不能在房间待着 然后每天都去 去三楼留待圈 去一楼 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房门口啊 就把门打开 然后就在 对 对 因为我没有手 他没打开再回去 是在这么快 对 反正基本上不在 不怎么在宿舍待着 他就在三楼 或者是别的房间 或者是一楼串串 谁让你躺着 也不是大体 对 然后每次他回来 我都在躺在床上 在两个之间都盈利 就是这样 对 对 我也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 每天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猫耳朵 就是给你拉上去 拉上去之后 那个枕头就垫着 垫着之后 就躺在床上就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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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而且他踢牙吧 不拿牙子 先替他拿手 拿空气 拿空气 那么你就好好喝 别提 别说惨败了 你看見我嗎? 編屁是不是? 他那個躺姿一定是斜著的 頭往裡面,腿上站著 然後再誇張一點 這真是 首先啊,那個 邊上失眠一房啊 我跟你們說啊,推薦一下 冥想真的很有用啊 不是,家家知道的 我在創造影裡面幾乎天天失眠 就是每天睡不著 然後出來之後 我為了調整我的作息時間 我就開始冥想 每天冥想二十分鐘 有用的 就是 真的,就是每天放空幾分鐘 然後聽聽 就是聽聽鐘聲 就是注意睡眠 然後每天會比較平靜 感覺自己非常的安詳 你土刀室友 土刀室友 我的室友簡稱和抱現場 是這樣子的 我真的是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 我們一起買了個桌子 就是說我們要用一個電腦桌 然後 我說電腦桌已經到了一個週了 你能不能把你 就是拖延正家爆炸現場 他把他的那個行李箱一直放在床尾 然後那個 我們本來房間就小嘛 床尾就只有一小塊地 我就跟他說 你能不能把你那個行李箱收了呀 然後 就是前面之前那時候 因為我的電腦還沒到 然後電腦到之前 我就一直跟他說 你們把那個行李收掉啊 然後他就一直拖著吧 反正沒有 沒有要用那一塊 對 然後後面電腦到了 我說要收 然後他回絕了我大概好多 就是三四次吧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還跟我討價還價說 那個我把東西收了 你就把電腦桌給裝了 然後他 他真的裝了 哈哈哈哈 還趁著自己去把那麼大 一米八的一個桌子給裝 哈哈哈哈 不是我在 原來有幸 等一下我還有圖 哈哈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事情我已經 想找找 想找渠道 分享出來 但是我一直沒找到這個渠道 我收到了很多人的生日禮物 裡面唯獨有一份 讓我真的是驚訝 驚訝到無語 是我豪哥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是什麼 他送了我兩個禮物 一個是電文牌 一個是電文牌的靶座 哈哈哈哈 那個電文牌是帶移動充電的那種 哈哈哈哈 你打到一半沒電了 然後 長得還挺好看 他那個靶座板 你放了 他就可以插那 你知道嗎 你知道 你知道他為什麼 不以為以為自己是雷神的 主要是他那個電文牌 我們剛買完電腦 他那個打促銷 你知道嗎 哈哈 原來是 對啊 這還有一個 生日禮物送了一張我自己的畫包 非要我掛在床上 就說你掛了 我自己的怎麼樣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我 我一般送禮物 我不會去送一些 就是很 花里胡哨 不實用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電文牌 他肯定會用得著 對 你又重現 雙重實用 對啊 而且那個電文牌 我也覺得他幾張挺好 我要塗到他一個 這真的真的真的 糟了糟了 有天晚上 就是突然家裡 多出了好多蚊子 巨多 然後叮得我整個肩膀全是全是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小宅 你沒發現家裡 怎麼突然今天多了那麼多蚊子呢 他說 他一般玩小鸡 他說 嗯是的我也發現了 好多蚊子呀 然後然後 然後我說對呀 我說真的 然後然後後來我們就準備睡覺 我早上六點多還睡不著 天都亮了 然後我說怎麼會有那麼多蚊子呢 然後我 我就去看窗戶 一個窗戶是打開的 有紗窗 另外一個窗戶打開沒有紗窗 他就這麼開了一天 然後還跟我說 嗯我發現了 為什麼這麼多蚊子 我跟他說我也比咬得好慘 當然我們是 R1SE RISE 更多我們最新的動態請關注 騰訊視頻官方微博微信